5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荷兰,随后在荷兰军事基地向乌克兰士兵发表讲话。 当天,泽连斯基早些时候会见了荷兰国王和总理,并呼吁在海牙设立一个新的国际法庭,以审判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时犯下的罪行。 在访问军事基地期间,泽连斯基会见了一些在与俄罗斯军队作战时受重伤,正在荷兰接受康复治疗的士兵。 荷兰国防部部长卡莎·奥朗格伦表示,荷兰将为正在调查乌克兰涉嫌战争罪的国式刑事法院提供一个移动实验室用于研究。 荷兰国防部长